不得不佩服啊,我们这个漂亮国对我们的影响啊,这个叫凯爷,外号凯爷啊,他的名字叫凯爷威斯特,所以已经好几周都找不到他了,他的前商业经纪人表示已经数周找不到他了,无法取得联系。 前经纪人联系不到他,那有什么好奇怪的? 所以说这个漂亮国的一次风吹草动,这里立即就成为热点,影响太大了。 这个凯爷是个歌星,据说他有仇恨犹太人的言论,他还要竞选总统的等等。 但我觉得他肯定在美国应该不算主流的一个,一个新闻吧。 是个娱乐新闻好像是,也许是啊。